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特斯拉最新的改款车型 Tesla Model YJ Uniper这款车从外观 内饰到性能都带来了不少令人期待的升级 尤其是它的续航能力和自动驾驶技术 想知道更多吗?记得看到最后哦 首先,Tesla Model YJ Uniper是特斯拉Model Y的一款改款车型 以下是关于它的一些关键信息 生产进度 最初有消息称该款车型会在今年推出 但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表示 要到2025年才会亮相 然而,近期消息指出其生产可能提前 有报道称 特斯拉上海工厂于2024年10月开始生产 Model YJ Uniper初期产量较低 每天大约12辆 预计在2024年底或2025年初正式推出 外观设计 根据泄露的图片 Model Y Juniper将采用贯穿式全宽度尾灯 与左右尾灯相连 区别于现款Model Y 其前大灯也可能会采用更流畅的设计 同时推出新的轮毂样式 内饰变化 泄露的内饰照片显示 座椅可能采用打孔屁格或人造格材质 车门装饰有绒面 并增加了细长的氛围灯 此外 预计新款将取消传统转向助拨感 类似Model 3将换挡控制集成到触波屏中 配置升级 Juniper可能配备与Cyber Truck类似的高像素前置摄像头 5到800万像素 以提升停车辅助和驾驶辅助功能 其电池容量有望增加 续航能力可能突破800公里 此外 还可能增加座椅通风 环抱式氛围灯和后排娱乐屏幕 这款车型在外观 内饰和功能配置上都将有显著提升 预示着特斯拉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技术的前沿发展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Tesla Model YJ Uniper的各项改进 确实让我们对这款车充满期待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帮助 别忘了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汽车咨询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